嗨,大家好,我是Sofie 今天再来介绍一株虾济兰 这株虾济兰呢 植株比较小巧 它的花呢,也同样比较小巧可爱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的甲林茎 形状很特别 看起来呢,像是一个葫芦 所以呢,它叫做葫芦茎 虾济兰 它的原生地呢,在中国云南的南部 以及缅甸、泰国等地 海拔在800到1200米的长绿 阔叶林间 或者呢,石缝中 植株呢,属于中小型 甲林茎呢,通常有4个到6个棱不等 你可以看到它的棱 它的成苗呢,通常有2到3片 椭圆形的大叶子 在秋冬季节呢 会在甲林茎的侧面 长出来一个花芽 一个长长的花梗 这个花梗上呢 布满了白色的绒毛 看起来非常可爱 一般情况下呢 会有3到10朵花 依次开放 初开呢 是粉色 浅粉或者深粉 我的这一株呢 颜色很好看 是深粉 你看它的唇瓣 中间呢,有一些深紫色的斑点 并且有些斑点呢 形成条纹 它的花 渐渐的在后期呢 颜色呢 会变成成红色 你看这个的话呢 这一朵就比较新鲜 这一朵呢 就开得久了一点 再给你看 那再过几天呢 它就完全变成橙色 非常可爱 而且它很香 它真的是非常香 不过这种香味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稍微远一点呢 你闻不到它的香味 但是你靠近闻的话呢 又会觉得它好像很浓 是非常悦人的一种香味 但是呢 味道不是太容易形容 我是很喜欢的 它的花朵呢 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 这个花可爱的模样 以及它的香味呢 完全可以弥补它 花朵比较小的不足 看起来很轻易 很飘逸 很美 它种起来呢 也同样是非常容易 因为它植株呢 比较小巧 而且呢 对光照的需求不是很高 所以的话呢 很适合在室内生长 在生长期呢 积极生长期呢 水肥充足 在休眠期呢 可以减水 甚至完全停水停肥 上一次 我做另外一个视频的时候 另外一颗虾吉兰的时候呢 那有朋友呢 想看虾吉兰的植株 因为它是落叶型的 到天冷的时候呢 它完全没有叶子 只有球径 然后呢 有一个长长的花梗 然后上面呢 开着一些花 我现在呢 把上周介绍的那一株 Clanci Vestata拿过来了 因为有的朋友呢 想看一下它的植株长什么样 同样 冬天呢 落叶了 只有一个球径 加花梗 它的花呢 就比较大一些 形状呢 也非常可爱 给你看一下两株对比 有点看不清楚 这一株 我刚才可能忘了讲名字 它的名字呢 叫做Clanci Labrosa 那两株对比呢 就是这个样子 它比较小巧 两株的花呢 都非常可爱 希望呢 我能找到更多的品种 因为它们真的是 又好重 又好看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